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制服与编码集 这节课的内容比较简单 它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需要了解制服编码集的历史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主要是需要了解中文编码集 因为我们在平时编程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中文来编写一些注释等等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中文的编码集 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制服编码集的历史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首先会了解这个阿斯克二码 然后在了解阿斯克二码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了解可拓展的阿斯克二码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制服编码集的国际化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阿斯克二码 对于这个阿斯克二码 相信同学们在平时编程或者说平时在学习的时候都有所了解 那么阿斯克二码也是我们平时非常常用的一种编码 我们平时所使用的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以及经常使用的一些符号等等 都是属于阿斯克二码里面的 那么这个码呢 其实它是使用七个比特位就可以完全表示的 它包括95个可打印的制服 以及33个不可打印的制服 在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些常见的控制制服等等的一些制服 这里面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运算 33加95 等于128 而这个128呢 就等于2的七次方 所以说在这里面用七个比特位 就可以完全的表示这个阿斯克二码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表来完整的了解阿斯克二码的所有制服 那么这个表呢 就是阿斯克二码所有的制服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常见的制服 0到9 以及一些制服冒号分号等等的一些制服 还有大写字母A到Z 以及小写字母的A到Z 这个部分 这个表有点问题 这里面呢 是小写字母的A到Z 还有一些大括号小括号等等的一些制服 除此以外呢 还有33个不可见制服 主要是前面的两列 以及最后的一个 因为这里面一共有16行两列 所以说这里面呢 就有32个控制制服 加上最后一个 就有33个控制制服 其他的呢 都是属于我们平时编程 可以使用的一些可见的制服 那么我们在前面也学习了 在二战的时候 计算机首先是诞生在美国和英国的 所以在制服编码的早期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 ASK2码就已经能够满足相关国家科学家的使用了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以及计算机的普遍性 ASK2码逐渐的就满足不了使用的需求了 主要表现在ASK2码 它还有很多的应用 或者说国家的符号是没有办法表示的 这就包括了数学符号 除号 不等号 约等号 π等等的一些制服 ASK2码都无法表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想到了第一次对ASK2码进行扩充 使用8个bit 8个比特位来代替原来的7个比特位 那么通过8个比特位呢 原来的128个制服就可以扩充为256个制服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拓展的ASK2码 这个表呢就是拓展的128个制服 在这里面就包括了 常见的数学运算符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除号 约等号 以及π等等的这些制服 在这里面都有所展示 其次呢 还包括了一些带音标的欧洲制服 比如说这里面的前两列 平常所使用的希腊制服 α、β等等 除此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常用符 表格符等等 比如说这里面的179到这个218 这些呢 都是平时所使用的表格符等等那些制服 那么使用了这个可拓展的ASK2码 就极大的补充了 原来ASK2码所不能展示的一些内容 使得计算机所能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虽然说在这里面可拓展的ASK2码 极大的补充了原来的ASK2码 所无法表达的内容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了使用计算机的行列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计算机的制服与编码机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我们就需要了解 制服编码机的国际化了 对于制服编码机的国际化呢 其实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的 对于一些欧洲 中亚 东亚 拉丁美洲的国家来说 他们的语言很不一样 他们的语言体系不一样 并且在这其中呢 有很多是不以有限制服组合的语言 不以有限制服组合的语言 怎么理解呢 我们拿中文和英文做一个比较 对于英文来说呢 英文的每一个单词 都是由A到Z 这26个字母的组合来形成的 但是中文就不一样了 中文除了一些偏旁以外呢 每一个字都是独立的 所以中文的语言体系呢 它是不以有限制服为组合的 这其中呢 又以中国的 韩国的 以及日本的语言作为复杂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制服编码机的国际化就非常有必要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制服编码机 最后就来到了我们这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中文编码机 那么对于中文编码机呢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国标2312 这个编码机是在1980年发明出来的 也是我国最早最晚辈的一个编码机了 它的全称是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制服机 基本机 简称为国标2312 那么这个编码机 它一共收录了7445个制服 其中包括了6763个汉字 以及682个其他的制服 在这里面 大家也不妨想一想 这个国标2312 它需要多少个比特位来表达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呢 在这里 虽然说这个国标2312 已经表达了7445个制服也已经是比较完备的一个制服机了 但是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因为它不符合国际的标准 因此中国的科学家在1995年就推出了第二套比较完备的编码机 GPK 那么GPK呢 它的全称叫做汉字内码拓展规范 GPK线下兼用了国标2312 同时线上呢 也支持国际的ISO标准 所以呢 它是一个城上体下的一个过渡过程的一个产物 GPK 它收入了2103个汉字 同时完整的支持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汉字 在这里面呢 介绍了国标2312 以及这个GPK 不管是2312 还是这个GPK呢 都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编码机 但是 不管怎么完备 它只是一个本地化的编码 也就是说 这个编码在中国去使用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跨国使用的话就有问题 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开发了一个中文的网站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外国的有人 访问了这个网站 如果他们本地没有安装这个GPK编码 或者说没有安装国标2112编码的话 那么这个网页在他们的电脑里面去显示的话 就是乱码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仅要有本地化的编码 还有一个全球的规范 那么这个全球的规范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unicode unicode 它是兼容全球的制服编码机 unicode呢 它也称之为统一码 万国码和单一码 也就是说这个unicode 它可以表达全世界的所有的文字 所有的语言 可以说是全世界统一的一个编码机了 那么这个unicode呢 它就定义了世界通用的符号机 它规定了符号的二进制代码 使用这个utf新实现了相关的编码 比如说utf8或者说utf16都是unicode的不同的编码方式 我们平时所学习的utf8就是以自己为单位对unicode进行编码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学习了国标2312 学习了gbk以及这里面的unicode 那么我们平时编程的时候主要是使用哪一个制服机呢 在这里面我们是推荐使用这个unicode的制服机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编程的时候主要是使用utf8来编码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国里面的windows系统 它默认是使用这个gbk编码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平时来设置ide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保证这个编程所使用的编码是utf8编码 而不是这个gbk的编码 那么对于这个windows系统 它默认使用gbk编码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老师使用这个记事本所创建的一个文件 在这里面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是东东强老师 感谢同学们的支持 那么这句话在记事本里面是这样子展示的 但是呢在这里面没有显示这个制服创的编码集 接着我们使用一个可以显示制服级的编辑器 来打开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老师选择这个notepad++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老师使用notepad++打开的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句话正常的显示出来了 但是在下方 在这个编辑器的右下方 可以看到它是有windows的一个换航服 CRLF以及这个国标2312的编码 也就是说 这一个文件它的编码集是国标2312 这里面显示的是国标2312 在前面我们有学习了 GBK他线下是兼用这个国标2312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这一句话其实实际上是一个GBK的编码 所以平时同学们在使用windows进行编程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编码集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简单的总结这几个主要内容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制服编码集的历史 在这里面我们学习了阿斯克二码 可拓展的阿斯克二码 以及制服编码的国际化 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学习了中文的编码集 学习了国标2312 学习了GBK 以及学习了unicode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